大家好,我是媒体制作人王岩,也是地产经纪人和金融街集团的西区经理 在加拿大,不管是您的自住房还是用于投资的出租房 无论您是房东还是房客,都涉及到房屋的保险问题 也就是说,房屋保险是必不可少的 那房屋保险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请保险界的专业人士龚雁文女士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大家好,我叫龚雁文,英文名字叫奈利共 很有幸为我们GTAC区的讲国语的社区服务保险行业做了18年 汽车、房屋、人寿等等,包括商业保险,一直共做了18年的历程 也是第一个华人的保险代理 那么在这里今天很有幸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把房屋保险方面 所需要的一些知识 那么有关房屋保险呢,我们以自住房为例 因为房屋保险呢,有四个中文汉字 实际上在英文的保险分类里有很多,有自住房、出租房 还有所谓的condo,siami,apartment,townhouse,很容易把大家搞糊涂 那么我今天只是以自住独立房为例,来给大家讲一下 在保单里面都包括哪几项重要的项目,以及一些endorsement 那么第一个呢,在这样保单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你自己这栋房子的重建费 这个重建费呢,是根据我们收集房子的建筑方面的资料 建筑信息,包括你内部装修的信息 通过电脑系统的计算所产生的一个费用值 那么呢,我们的保单是guarantee你会把这个房子给你原地拔起来 如果一旦火灾水灾房子受到损失,我们一定会把你修好 那么第二项呢,是个人财产的保额,那么这个呢,在市面上呢,通常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房子重建费的大约75%左右,作为你个人财产的上额限度 它是相当于英文叫blanket coverage,一个呢,总体的一个总的钱数 里边的内部的项目,我们不需要,到时候出了险情的时候 我们保险公司会给你要inventory的单子,你的list,你的单子都哪些东西受了损失 另外一种呢,就是与房子的重建费合在一起,一个总的大的额度 它不再细分,那么出了险情的时候,它在因个人的情形一项一项再来做计算 那么这主要是就说个人财产方面的这个额度,这是一个大的这么一个额度 不要求你列出来你都有哪些财产,只有在出了险情的时候才要你提供证据 你拥有过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被偷被烟被烧的证据 第三个呢,主要是呢,我讲一下第三方责任险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除了你家人以外的人 在你家里,在你的院子里,甚至包括在外面,因为你的意外 是使得他人遇到的伤害或者损失 那么这个呢,通常都是100万责任险,这一个险象通常都不是很贵 因为它出事的几率很低,但是你一定要有 那么第四项呢,就是各种与房屋及家居相关的一些细节 英文叫endorsement,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水险 家里的水管子burst out,就是突然爆裂,洗衣机洗碗机的管子 它都是塑料的嘛,突然爆裂造成淹水 还有冰雪压坏屋顶,这种下冰雹,那个把屋顶打漏洞 刮大风瓦片接掉了,地库掠缝漏水 像这个地库的问题呢,有的保险公司保,有的保险公司不保 所以说,你当你比较一个保单的时候 一定要比较相同的保的项目,再来看它的价格 苹果对苹果去比,李子对李子去比,我们常常一种说法 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房子的情况,以及家居生活方式 来决定要哪些保险细节,如果你自己不清楚的话 那你一定要找一家保险公司,你能够信任 也诚心诚意为你服务,保险业务员 来给你讲解每一项条款的细节,以再来选择 那么最后呢,我们先讲讲保费的高低,取决于那几点 第一个呢,主要取决于房子的重建费用 你房子要花很多的钱,把它建起来 那它保费当然要贵了,其次呢,就是你出的这个电底费 任何保险出现情况,出现利赔情况 保险公司都要求你先出一部分钱,我们风险共担 当你的电底费出的越高,那么你的保费相应之下就越低 我们的业务员会帮你算,有的时候出一千的电底费 两千的电底费,在保额上究竟差了多少 差的不多,它还会建议你留一钱 如果差的很多,对你经济可以节省一部分 它会建议你取一个高一点的保险的额度 当然最后的决定钱在你自己的手里 个人的财经信誉,目前已经影响到了你的房屋保险的这个价位 这次精算师已经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保费的计算当中 具体的细节我们是看不到 所以呢,恭喜你们买房,好好经营,好好cost keeping 一旦有了问题及时跟保险部门沟通 也欢迎你们保险到期续保来了,向我们询假 我们的电话是905-803-8804 我们的网站是www.nely-insurance.com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